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過去這一個多月,我們團隊的有些朋友跟國內的聯繫比較多 最近這幾天,他們就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國內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比較富裕的私企的老闆 還有一些有點積蓄的中產階級,現在都在準備出走國外了 有些人他們是早就把家人移民到西方國家了 自己過去是留在中國做生意 就是我們所謂的太空人了 現在這批人準備把國內的生意停了,去跟家人團聚 還有一些是過去沒打算移民的,現在也準備倉皇出逃了 現在移民到歐美國家已經比較困難了,來不及了 只能是出走東南亞,像什麼泰國、馬來西亞還是比較容易去的 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怕得病了 更主要的是出於對於經濟前景的徹底絕望 因為他們根本看不到未來,本來過去這幾年經濟就不太好 今年一場突如其來的人禍,就像在駱駝背上加上了最後的一捆稻草 把這個駱駝給徹底的壓垮了 當然中共現在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也已經採取了應對的措施 但是這個應對的措施不僅解決不了問題 它是飲鎮止渴 幾個月之後半年之後不會超出一年所有的問題 積累起來最後來一個大爆發 最後會形成一場中共取得政權以來 前所未有的經濟大災難 那他們採取的是什麼措施呢? 就是大灌水 過去這十來天 有陸續的這些全國各地的省市自治區的 每個地方都列出了一個很長的投資項目的名單 少的有二百多個多的有五百多個 所有的這些投資項目基建投資項目全部加起來 總投資額超過四十萬億 這是史無前例的 比歷史上最高的年份還要高出好幾倍 那有些人可能會認為 這是不是中國經濟又會被刺激一下 又會提振起來呢? 是不是發財的機會又來了呢? 我告訴大家千萬不要誤解 不要打錯算盤 這絕對不是一個好兆頭 這是經濟大崩盤的前兆 大崩盤的前兆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 中共他們為什麼要搞這個大動作 最概括的說就是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中國現在的經濟已經不行了 這就像病人已經病入膏肓了 快不行了 這個時候你再給他打強心針 這是沒用的 中國經濟向來有所謂的三駕馬車之書 就是經濟增長 經濟發展靠的是投資 消費和出口這三大快 那現在呢投資規模擴大了好幾倍 這就說明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消費和出口都已經不行了 就今年前兩個月居民的消費 比以前比去年就少了一半 但今後可能也好不了哪去 因為現在還有60%以上的人沒有復工 沒有復工你就沒有收入嘛 另外還有很多人已經失業了 長期的會失去收入 而且呢 還有一些已經復工的這些企業 由於不能夠開足馬力 復工 這個 複產 收入銳減 他就不得不把員工的工資也下調 總之呢過去這兩個月以及今後的好幾個月 半年一年 中國絕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會大幅度的下降 那收入下降了 消費就會減少 另外呢 出口以後肯定也是不行了 出口本來過去就受到了這個西方國家 美國的很大的壓制 因為這個貿易戰的問題 已經受到很大損害了 今年就更差了 而且呢 今年發生的這場人禍 已經讓全世界的這個供應鏈 發生了改變 已經讓很多外資企業下決心要撤離 因為很多外資企業 它是出口企業 所以說外貿肯定會大幅度的下降 你看中國港口協會的最新的數據顯示 包括深圳上海在內的最大的八個港口 二月份的這個集裝箱貨櫃吞吐量 比去年減少了20% 這也就說明了 外貿總量已經銳減了 消費外貿都不行了 整體的經濟那就出了大問題 中共沒有其他的辦法 只能是通過加大投資規模 來彌補這個空缺 彌補這個損失 那因為呀 現在 你出問題的是消費和外貿 那你依靠投資 能不能解決這兩個問題呢 那就像一個人你這個營養不良 缺乏蛋白質缺乏熱量 但是呢 你不補充蛋白質不補充熱量 你讓他拼命的喝水 能救得了他嗎 不僅救不了 而且還會引發出更多的問題 那這種大規模的投資會引發一些什麼問題呢 大家先想一想 他這些投資的錢從哪裡來 中國現在呀 除了生產口罩的廠家能夠賺錢 其他的全部都在賠錢 還有好多這個民營企業 現在都已經倒閉了 沒倒閉的企業 今年的利潤肯定也是大幅度下降 那他們的這個主要的目標是活著 那旺科的那個王石就說過活著就是主要目標 哪裡有錢呢去跟你搞投資基建呢 過去搞基建的投資 都主要是來自於政府的財政 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財政 而地方政府財政呢 主要來自於賣土地的收入 那現在呢這個房地產也賣不出去了 到處都在大降價 根據中國的一個媒體叫做 界面新聞 他在3月5號的報導 中國 27個重點城市 2月份新成交的這個房屋的買賣數量 比去年降低了77% 這個情況3月份還會持續 地產商的房子賣不出去 那政府的土地就賣不出好價錢了 那政府的財政收入就入不敷出啊 那到哪裡去找錢去投資搞基建呢 前一段時間中共下達了一個文件 給他們想了一個辦法 讓各地政府加大發行債券 借錢搞基建 到今年1月底為止 全國各地方的這個債務 已經達到了22萬億 這是公開的債務 還有一部分隱形的債務 那就更多了 比如說各個地方政府各級地方政府都有這個城投公司 就是地方政府他們的這個用來融資搞基建的一個平台 那這些公司的債務全部加起來已經有40多萬億了 實際上這也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啊 那麼這麼多的債務 你還得了嗎 還不了 還不了怎麼辦呢 辦法很簡單 就是不還 兩年以前全國人大財經委的主任賀坑 他就說過 在一次大會上說過 絕大多數的地方政府根本就沒有想過去還債 即使是那些想過的 他也是用新債還舊債 債務越來越多 很多國外的這個經濟研究的機構 都認為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這是會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一個引爆點 所以說外國投資肯定不會來躺這個渾水 不會把錢借給他們了 而中國的企業中國的老百姓 現在又自己都缺錢 那這40萬億 他們準備找誰借呢 只能找各銀行去借 那銀行的錢又從哪裡來呢 銀行他們就拿著地方政府的債券 交給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就根據這些債券 來印鈔票 所以這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的越多 鈔票就印的越多 而且從今年開始 印鈔的速度還要比以前加快好幾倍 因為發行債券的速度要加快好幾倍 因為基建投資的規模要擴大好幾倍 那這種辦法能夠挽救經濟嗎 當然不行 如果你靠印錢 就能夠刺激經濟 就能夠挽救經濟 那全世界的經濟 就永遠不會有問題了 就不會有經濟危機 這一個說法了 如果地方政府就靠借錢 中央政府就靠印鈔 就能夠挽救經濟 世界上就不會存在經濟學 這一門科學了 所以這種搞法 他就是把問題 過去的問題全部都積累起來 他不是解決問題 而是積累問題 中國這種本來就沒有正常結構的這個經濟體系 居民的消費 它是佔了這個比例本來已經很少 外貿又不可能持續的擴大 那麼 你搞這麼多的基建 你到哪兒去贏利呢 去獲得利潤呢 怎麼樣才能得到回報呢 你的這個投資得不到回報 那最多就是讓GDP的數字看起來好一點 但是呢 讓整體的經濟結構就越來越畸形 讓債務越來越多 等到最後呢 就是兩個選擇 你要不就是讓這個債務鏈就斷裂 讓金融體系崩潰 經濟立刻就大崩潰 那麼這種方法 中共它是不會選的 他們呢要採取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大量印鈔 有多少債務 它就印多少鈔票 鈔票太多了 但是呢這個市場上消費品呢 它並沒有增長啊 而且甚至還可以減少啊 那就會啊 引起消費品的價格大漲 就引起惡性的通貨膨脹 那用這種方法 雖然呢最後也是死路一條 但是呢它總可以撐的時間稍微長一點幾個月半年 所以短期之內有一些消費品 比如說像這個汽車啊 手機啊 這些東西 它可能會降價 因為要過去這幾個月積累的這個庫存太多了 等到清理完庫存之後 那麼各種商品的價錢 就會再度的上漲 尤其是食品的價格 現在已經漲了很多了 已經大幅度上漲了 今後還會漲得更厲害 2008年的時候全世界發生了一場經濟大危機 當時消費和出口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都有所下降 中共為了保持這個經濟高速發展 就搞了一個4萬億的投資計劃 刺激經濟 本來這4萬億說是要用來擴大內需的 結果造成了消費品價格大幅度上漲 引起了這個鋼鐵呀水泥呀這些行業產能過剩 到了2013年的時候中共覺得這個搞法也不太對頭 13年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就採訪了一個中共的官員 那個官員說這種刺激的措施 今後再也不搞了 但是呢 現在他們又重新用了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這就說明了他們現在真的是急了 真的是走投無路了 那最後的結果 可能就比上一次還要糟糕 因為2008年之後的那幾年 好歹房地產他還有盈利的空間 還能夠起到帶動作用 但是現在連房地產市場都已經飽和了 超飽和了 全國各地都已經出現了鬼城了 各個城市都有大量的控制的房屋了 房地產公司大量的庫存 大家都在競相降價銷售 那現在廣東政府已經鼓勵他們那個地方的房地產公司 盡快的要去庫存 他們已經放棄了對這個房產價格的限制了 只要能賣得出去 賣多少算多少 恒大地產的有些地盤 現在已經降價降到七五折了 還有一些地產公司買一送一 還有一些買一個房子送一個奔馳寶馬 這都說明了現在房地產已經賺不到錢了 那他那些基建投資那就更是血本無歸了 那債務就會越來越多 印的鈔票越來越多 那物價就會越漲越高 最後就出現了惡性的通貨膨脹 這就像90年代出俄羅斯的情況 我有個朋友呢 他那個時候就正在俄羅斯做生意 他說早上出去買菜的時候要用背包背著錢 一背包這個錢換一背包債 這就是惡性通貨膨脹出現的這個時候 我們會看到的這個情形 當時俄羅斯的這個盧布是扁得一塌糊塗 以前在通貨膨脹以前是兩三個盧布換一個美金 到了一兩年之後是6000盧布換一美金 這就是中國經濟未來的前景 這就是中共過去40年亂搞的必然的結果 那這場這個人禍 今年的這場人禍讓這個結果提前到來了 所以說2020年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一年 而且中國老百姓面臨的困境 那要比90年代出俄羅斯的面臨的困境要嚴重得多 因為俄羅斯它是地廣人稀 它的這個耕地面積很大 糧食自給自足 即使是整個經濟崩盤了 但是大家都有吃的 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30%的糧食靠進口 進口糧食那是要用外匯的 如果是人民幣大貶值匯率崩盤了 那麼糧食的價格就會非常高 如果外匯存底不夠了 被消耗掉了 那就沒有辦法進口足夠的糧食 那就有可能出現飢荒 所以說現在的形勢是非常的嚴峻 國內的朋友現在必須得採取措施了 為即將發生的大變局要做好一些準備措施了 一般來講最好的辦法 36計走為上計就是移民 但是很可惜的是中國人太多了 不可能大家全部都移民 絕大多數人還是只能在國內想辦法 在國內要做好這些應變的準備 那麼怎麼準備呢 我覺得可以分為兩個層面 個人層面和公共層面 先說個人層面的準備 第一個當然就是要儲備糧食 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不僅自己要存 而且還要動員自己的親戚朋友 同學同事大家都存 這個我們以前講過很多次了 兩年以前就開始講 現在還得繼續重複 因為這個太重要了 那第二呢 就是要把人民幣換成美金 你現在銀行賬戶上面 有很多人民幣都沒有用 再多都沒有用 將來通脹失控之後 人民幣一文不值 所以說要換美金 當然了 現在換美金也不是很容易的 受到很多限制 但是無論如何 或想方設法都要換一些 哪怕就是換幾千美金 將來呀 最困難的時候 到的時候 這幾千美金呢 就可能就你一家的性命 而且換了之後啊 我建議還不要存在銀行 要自己買個保險櫃把它存起來 銀行到時候它會 賴著不給你 而且銀行也會倒閉 所以說 最好還是拿出來 放在自己家裡面保險 那第三呢 就是要買一些 這個自衛的武器 而且呢 要全家人都要學會用這些武器 因為到時候啊 有一些地區 它的治安可能會惡化 急劇惡化 物質極度匱乏的時候 那些強盜啊 小偷啊 就會大量出現了 所以說老百姓都要自衛 現在呢 普通人買槍 已經是買不到了 但是呢冷兵器還是可以買到的 我看過很多網站上面 他們都能夠啊 你在那都能夠買得到這個刀劍啊 還有這個弓箭啊 還有長矛啊 那這些東西 稍微加以練習 那就可以產生很大的威懾力 對付一般的毛賊啊 那是絕對沒有問題 尤其是一家人 一家的成年人 大家都這個訓練一下 強盜小偷絕對不敢來你們家 但是呢 那還有一種盜賊 靠自己家人的力量啊 那是防不住的 什麼盜賊呢 就是中共政府 過去好多年呢 老百姓最值錢的東西是什麼呢 兩樣 一樣是房產 一樣是土地 那中共過去啊 就專門搶這兩樣東西 強徵和強拆 就是搶老百姓的 最基本的財富 那你就保不準呢 他將來也會組織人呢 來搶錢來搶糧 因為我要等到經濟大崩潰之後 物資大匱乏之後啊 最值錢的東西不是土地不是房子了 是生活必需品 是糧食 在30年代啊 這個蘇聯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當時的烏克蘭呢 發生過一次大饑荒 那並不是因為烏克蘭 他們自己不產糧食 烏克蘭是糧倉 很多糧食的 但是他們種的糧食啊 都被蘇聯政府給搶走了 那幾年呢 烏克蘭餓死了幾百萬人 現在烏克蘭跟這個俄羅斯關係這麼差 其中有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這個歷史仇恨 那這種情況呢 在中國也發生過啊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 中國也發生過這種啊 搶糧食 餓死人呢 餓死了很多的農民 農民是種糧食的 反而自己餓死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糧食 被中共徵收了 還有一些農民呢 他們在自己家 那藏了一些糧食 最後啊 也被農民 被那個民兵給搶走了 大家一定要吸取這個 血的教訓 今後還會 還有可能發生同樣的事情 那麼怎麼樣對付呢 這就是要在公共層面 要進行準備工作 需要一些人 一起來做這個準備工作 比如說在農村啊 一個村的 或者是一個祖的 這樣的這個人呢 這個村民呢 就組織起來 每個人呢 用冷兵器把自己給組織起來 形成力量啊 也會相當可觀 會讓那些穿制服的強盜啊 心裡面發毛 發毛了 他們就不來搶了 他們會去搶那些 沒有武裝的人 如果是那些沒有武裝的人 全國老百姓都學這個辦法 都武裝起來了 那那些穿制服的強盜啊 他就搶不到東西了 或者是說他們去硬搶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那麼他們就人數就會越來越少 那這個政權呢 最後就會垮掉 中國就會解放 不僅僅是農村的人可以用這個辦法 城市裡面的也照樣可以啊 比如說在同一個大樓裡面 或者是在同一個小區裡面 到了治安惡化的時候啊 大家就有了這個共同的利益啊 大家要互保 大家就可以形成一個 互保護助聯盟啊 大家守望相助 共同的保護社區的治安 越多的人 這麼組織起來 那小毛賊 大強到他們作惡的代價就越大 代價越大 他就完蛋的越快 同時呢 這個自我組織的人越多 社會重建的這個速度也就越快 國家轉型的速度啊 這個過程也就越順利越和平 我這個頻道呢 經常說革命 實際上啊這個革命啊 他不是說一定要那麼血腥的 他的本質就是把舊的這個組織給打垮了 建立新的組織 一個民主國家 他的這個新的組織體系啊 一定是從民間成長起來的 城市和鄉村社區的這些民眾 自救互助 就是這個組織的起點 在大革命到來之前 就應當開始做這個組織準備工作了 準備好了 我們就不怕任何災難 我們就不怕任何的變局 好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謝謝 請問一下 你們下期 받고 我們下期拍 Feld 這邊 感谢观看